大家好,我是窗口君 今日跟大家介绍一部掌机 GPD Win 47640U版本 近期迷上了日系游戏 SAO刀剑省于一半集结 Type Moon新作Fate Samurai Remnant 刚好近期有一趟旅程 需要坐长时间的飞机和火车 很希望期间能玩游戏消磨时间 后来看中了这台GPD掌机 然而这类掌机都不便宜 我只能接受7640U这版本的价格 所以买回来测试一下 跟大家分享所用体验 究竟能不能玩日系游戏 再经过各方外观和性能比对 我选择的最便宜版本 AMDR5-7640U 16GB加512GB版本 坊间所说的造工很差 老实说我并没有这感觉 或许作为游戏小白的关系 一个新人的外观评价 我觉得这台G的造工其实很不错 结实且没有松动的异响 但这7640U的评测真的不多 日系游戏的评测也少得可怜 只好自己做白老鼠 测试一下这台掌机能不能胜任日系的游戏 大家都知道网上评测最多的便是神U7840U 7840U是当今APU掌机的天花板 为了测试两者之间的分别 我用差不多的价格 买了一台7840HS的笔电作笔对 作为游戏小白的角度 跟大家分享究竟7840HS跟7640U的分别有多大 这台笔电是双32的时候购买 在评论区性价比很高的机器 而且第一观感真心很不错 价钱很实惠 4000多一点 外观很结实 金属感非常强 底部是仿金属 电名正深 7640U760AM显示卡 16GB加512GB版本 另外一台是7840HS 32GB加1TB版本 比那台GPD还要便宜 这也是我不愿花钱买掌机的主因 两者大小差距很大 比一定为14寸屏幕 GPDWin4为6寸 体积高下利剑 比电的观感比长机好 然而今天的测试 主要是看看 两台机在便利上和使用体感上有什么优缺点 那台才是最适合自己的机器 让我们测试看看 首先是Fate Samurai Remnant 不愧为APU之王7840HS 作为一款内显 APU真的非常给力 1080P下毫无压力 画面流畅不卡顿 抱歉我忘了开启Xbox吧 FPS没有显示 但如画面所见 不插电下完全没有卡顿的情况 7840U大家都看过不少评测 这APU基本上能胜任大部分3A以外的普通游戏 这台笔电的屏幕很不错 作为便携办公 我很乐意带上这台笔电 另一款游戏是莱莎3 纯粹给大家演示一下 1080P的标准画质 观感很不错 非常顺畅 我试了高画质的效果 我是感受到有变慢的感觉 很可惜不能特效全开 但标准画质差不了多少 所以王莱莎3标准画质便可 供各位参考 接下来是刀剑神域一半集结 1080P毫无压力 破晓传说Tales of Arise 这游戏非常有趣 1080P甚至4K下也是毫无压力 我很喜欢这游戏的画风 有人跟我一样喜欢这游戏吗 我平常很少打游戏 这款算是少数能打动我的作品 如果剧情能细腻一点会更好 期待新作品 来到重头戏GPD评测 GPD Win 4实测效果 很遗憾的丑画先说在前面 720P才是这涨机的最佳甜点 能不能分出720P和1080P的画质 Fit Samurai Remnant这款游戏 720P和1080P能看出分别 720P的画面有明显的句词 文字也会特别模糊 然而代价是增加近30分钟的续航 这一点大家留意 Tales of our eyes 在强制1080P的情况下 画质非常不错 画面很顺畅 非常神奇 或许这游戏要求不高吧 超级机器人大战啊 是最能体现出这一台掌机的价值 之前说的几款游戏 最大的问题是显示的文字太小 你们看这游戏字幕非常清晰 不会对眼睛造成太大的负担 但当玩破晓传说这些时 字幕很难看得清的 能玩但很费眼睛 看来来杀3便是这掌机的极限 只能在720P下才有最好的体验 720P下才有接近45fps的效果 但好消息是720P和1080P的画质观感 差距不大 1080P下 卡成PPT呢 刀剑神域一般集结比较友善 720P下非常流畅 即使在1080P下 整体还是能保持30fps的使用体验 游玩时没有很大的落差感 而且这笔电和掌机都有共同优点 能支持PD快充的充电宝 能边充电边使用 精测试能边玩边充 但只能保持且减缓电量 总结一下这两台机器的使用心得 作为一部掌机 7640又玩日系游戏 基本上都能够胜任 而且重量和大小也是一个合适的水平 电量上玩上一两小时问题不大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屏幕 太精细且尺寸不大 玩一些非文字类的游戏非常低域 玩游戏其实非常局限 但我对这台掌机评价其实很高 玩些文字或休闲类的游戏 这款掌机足够胜任 PD快充解决续航 按键手感很不错 当然希望剑具能调好一点 然后这台笔电 我的评价更高 的确是一台很有CP值的机器 7840HS效能非常给力 基本上打游戏问题不大 屏幕素质很好 可工作可游戏 支持PD快充 充电宝也能为它充电 在这一段使用时间中 在公交车上玩 也有尝试在高铁上使用 老实说 笔电绝对不是好的选择 掌机适合在零碎的时间中使用 笔电还是适合在家 或固定的地方使用才好 两台机都够有优点 笔电屏幕虽好 但带着手柄出外使用非常不方便 而掌机很适合到处走动的场合 缺点就是屏幕太小 然而IPO的强大 使这些小型装备得以实用化 我很期待将来有超过 4小时续航的Win掌机面色 我是窗口君 感谢观看 也希望一键三连给个赞 谢谢